美國阿里桑拿州州長杜格·杜西 星期二抵達台灣訪問 杜西此行的主要關注點是台灣的半導體工業 即是日常電子產品當中使用的關鍵芯片的生產 杜西訪問台灣的主要任務 是為正在建設的耗資120億美元的台積電 在該州的工廠吸引供應商 與杜西一起訪問的 還有阿里桑拿州商會主席 和該州的經濟發展機構的負責人 《台灣外交部》在一份聲明中說 杜西將會會見台灣總統蔡英文 台灣商界領袖和半導體行業的代表 美國政府最近通過一項法律 加大了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支出 因此美國各州競商系吸引幾十億美元的 芯片工廠的投資 上星期 印第安納州州長訪問台灣 也是出於類似的目的